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就是講英鎊 為什麼會講英鎊呢? 因為我在英鎊中賺了26萬 又亦都賺了10萬 為什麼又會賺又會虧呢? 有興趣的可以聽聽吧 第五月份,英鎊跌至9.3 我還在看下跌 為什麼我想看下跌呢? 因為那段時間英鎊跌至8.9 我當然去到9.3 還想再低一點 當時很多朋友跟我說 要買的 我也是一款C-Light的心態 但想再便宜一點 當時錯失了機會 到了一段時間 它升到8月30日 升到10.3 然後回到9.8 9.8 我記得我當天最低 又不是最低的 差了幾格 9.8 9.8 買回到9.8 之後就拿到現在 現在就10.6 買出價 當然是賺的 為什麼我會虧呢? 因為我虧了 我就沒有在9.3幾買 我就在9.8幾買 賺了10多萬 賺少了10多萬 那為什麼我會賺呢? 因為我現在用現價的 現價10.6幾去計算 我現在的差價賺了20多萬 都可以的 那為什麼今天要說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也有很多朋友 親戚 跟我說要買英鎊 但他嫌現在英鎊貴 但他又不想入 那我就覺得 說出我自己的意見 因為現在多人換英鎊 求那個公 所以他會在一個 向上升的軌道去走的 那 問題就說 現在很多人要拿錢走 那一定很多 求多於公 所以我就看不到 英鎊會有一個弱勢的可能 加上他已經成功脫勾 他只會強勢 我覺得他只會越來越強勢 當然我就沒有水晶球 我也不知道 他未來的走向是會向上升 還是會向下跌 我個人看法 我覺得他會向上升 看他的周表圖 都會向上升 那我就會這樣看法 我跟我的親戚都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你有實際的用途 你 就要賣 如果你怕一賣下去 會更慳 或者會賺少了 那你就分兩柱錢 或者三柱錢 入 那你都要賣 因為你始終都要 過來要用英鎊的 對不對 那你不可能不換 現在都 最近都有一些新聞公佈 香港的資金 都很快 那你想一下 背後有幾個人在做事 對不對 那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只有你一個人做事 很多人都在做事 你明白嗎 那可能個幾天的會價又不同 可能有升有跌 但我看的趨勢是 向上升的幅度 向下跌的幅度 我自己都這樣看 那我 保守這麼估計 你早一點換的 你要鎖定了 會價的 那你過來買房子都便宜一點 難道你去到 升到11.2 11.3 到時你又被人貴 買到20-30萬 那你覺得值不值呢 這個要自己決定 我作為一個外來人 我自己都好像一個C9 考慮過 想它便宜一點 9.3也不會貴 我想8.9 但事實上是不行的 因為它會有升 會有跌的 對不對 況且現在的趨勢 是向好的方面 都會向壞的方面 自己自人滿暖 我覺得 如果你10.6多 又不是太貴 又不是太便宜 我最貴的 最貴的那次換是10.41 最便宜的那次換是9.8 8.2 不知道8.3 我死不了 基本上 基本上 都不是升了很多 一定的升幅 一定有的 6-7% 8%的升幅 已經有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相信 英磅是剛剛起步 脫了RO 是一個很開始的 你看好英磅 升了6-7% 是否很多呢 我又不是炒開 我不敢說 我作為一個用家 我覺得你是要用的 你一定要換 如果再升幾毫 走上去 到時你買一層樓 又貴了 我又會這樣想 況且你這裡買樓 你要擺錢 銀行證明 你的資金 是你的 人家會審查 你的資金擺了多久 人家真的會問你 拿月結單 早一點換都是一件好事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